昨天一架在有被美国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属的飞机抵达俄罗斯莫斯科的弗努科沃国际机场 据美联社发布的画面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从飞机上卸下了很多的箱子 上月初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突然昏迷之后 英国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并宣布驱逐俄外交官 3月26号美国宣布驱逐大约60名俄罗斯外交官 并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馆 遭美国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眷共计171人 于当地时间3月31号乘坐两架俄罗斯派出的包机离开美国返回俄罗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